你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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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工作人员是不是应该走货运电梯啊 不 不是货运电梯 几层 四层 谢谢啊 看什么呢 松 走 我的家在东北黑 瓷花点山啊 那里有满山遍野 大豆高粱 在那青山绿水旁 你牵两个大白羊 哥你给我拿一个呀 我往上刮牙 快点啊 咋了咋了 哥 你撞 撞鞋了 什 什么撞鞋了 你这一偶把肯定是撞鞋了 这事我懂啊 看上看 有什么好看的 我什么我呀 你俩好好聊 他就撞鞋了 刚才遇上游文神 谁 谁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每次遇上他都出事 而倒霉的总是我 哥 我妈可说了 碰见一次 那是遇见 碰见两次 那可是缘分呢 那三次呢 那就是你欠的钱啊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妈说的 你还能欠别人钱吗 我那看看去 你干什么去 我看看去 看什么看看 赶紧干活了 那么多活呢 这会儿着急了 明知道工期短 你还帮别人修东 我 我看看他怎么了 咱俩谁是老板 谁说了算啊 你 你是老板 我 我也是合伙人啊 你是合伙人 你还找我拿工资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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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吧 就是 咱那姑俩人这么多活 你修东你干嘛 行 没问题 没问题 你顾多少人都行 反正都从你工资里扣 还顾吗 欧巴 干活干活 欧巴 欧巴 给你儿打 妈回来了 在这儿呢 干嘛呢 来来来 蒸烧麦呢 帮我拿一个锅垫来 再拿几块筷子 来 慢点 别烫着你 真香啊 真香 小心别烫着啊 慢点 慢点 别着急 慢点 妈 还烫啊 好吃 好吃啊 妈 我帮你 妈 你这双脉做的味道 太这招了 你家里面都放什么了呀 没什么 我就在这馅里呀 加了点自己腌的黄瓜 这份就不一样了吧 不 你看看 你叫我来 就这事啊 本来呀 想给你们送去的 可你现在 离他们老刘家住得那么近 我怕去了 万一撞上了 他不高兴 我也不高兴 这浪得理他们 所以啊 专门让你回来拿一趟 别耽误你正事吧 我有什么正事啊 给茉莉拿烧卖 那也是我的正事 工作找着了吗 没事 不急 找工作呀 也不能将就 要找到那种 又不挣钱又闹心的工作 那还不如不干呢 再说了 你说你年纪轻轻的 条件又好 这个又会外语 还怕找不着工作啊 妈 够了够了 三合都够了 真是什么呀 我这专门给茉莉做的 她就爱吃这个 全拿走 爸 你让你费心啊 你费什么心呢 你比天晴啊 让我省心多了 那倒是 你再慢 慢点 怎么了这么着急 没事 那个江北那边有个重要的采访 江北呢 给你派车了吧 不用 我打车就行 他他他 彻点让你自己打车去 那猴子那马也能到啊 我送你吧 那怎么行啊 你还没吃饭呢 吃饭不重要 走吧 那怎么好意思啊 有你客套 这工夫都到了 走 走 走 来 那谢谢 天兰啊 有件事妈一直想问 我就不信得刘展鹏 她在外面没女人 你说你一提离婚 是不是正中她下怀啊 不会吧 反正会不会也无所谓了 我跟她也没关系了 要不是因为她是茉莉的爸 我连话都懒得跟她说一句 你这么想啊 也是对的 犯着跟自己添毒 倒是你 你自己就没再考虑过啊 没想过 我就想好好戴着茉莉 过一辈子 妈就怕听你说这句话 天兰呢 你可不能有这个想法呀 带着茉莉过一辈子 人家茉莉还不愿意呢 这孩子总得长大吧 将来要结婚吧 生孩子吧 那你怎么办呢 听妈的 再找一个 今后也好有个伴 妈 我真没这心思啊 你没这心思妈着急呀 不行 这事妈帮你张罗着 找一个比刘展鹏更好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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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咱先不聊这事 今天来呢 先还给您 你说天晴这丫头 她能办什么事啊 她 你说天晴这丫头 这跟天晴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都跟我说了 我知道您心疼我 也替我着急 但这个呢 先放您这儿 等我真需要的时候 我跟您开口 开口 你能开口吗 你什么时候跟我开过口啊 你带着茉莉 在那快拆的破房子那地方 住了大半年 要不是刘展鹏 为了跟你抢茉莉 把这事闹开了 我还不知道呢 妈 天蓝 妈知道你要面子 那也得分谁啊 跟自己的爸妈 用得着这样吗 听话 快点拿着啊 要不你就小看你爸妈了 来来来来 不是 我真的没有 这意思 就小看你爸妈了 不是 你拿着 不是这个意思 你就让我试试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 养活莫离 要不但她长大了 我怎么面对她呀 再说这卡我能还给您啊 就证明我现在还用不着 等我真用得着的时候 我再开口跟您借呀 真的 真的 况且 一会儿我还得去面试一个工作呢 工资特别高 待遇还很好 小 тов 没事 美女 别 你专心开车我给你拿 您坐我车可妈好那么紧张 有吗 有啊 你 你看你手你老抓那么紧 没有 我就是觉得 开车的时候 应该专心一点 对对 开车专心是对的 对啊 今儿怎么亲自出马了 采访什么大人物 广电集团的一个专题报道 孙主编特别地重视 所以就让我亲自抓 老孙头重视的事 那必须亲自出马 这得罪了她我给你 怎么说 那个 昨天晚上 去全家府那事 没事 不过这个事情 确实没有几个人之呢 我明白 我 我完全明白 这 它是个人隐私呢 但你放心 我这是啊 你别看平时 我那个打得咧咧的是吧 但我 我嘴该紧的时候 严丝合合 绝对铁嘴旁边啊 啊 单位你放心 我 我 我一个字都漏过了 其实也没事 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 四年了 我早就习惯了 四年了 那是 是那个 是 是身 身体原因啊 车祸 这个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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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怎么办啊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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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你闭嘴 闭嘴 闭嘴 一惊一扎 一惊一扎 他干嘛你啊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你想怎么样 把你皮带借过去 干嘛 自刮东南枝 你不去找个策划公司吗 你至于上调吗 呼吸吧 不行不行 找不到 这个 账他比我还跑 一看就不想干这个的 这个 可以拿点回头 但是呢 一点没有想法 这个很有想法 但是一点不对路在 这个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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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 六十多个了 我一个人想法 你闭嘴 闭嘴 闭嘴 回去 你说你能干点什么你 胖子 找个策划公司呢 没事 接吧 不了 那个 开车打电话不安静 你这不是有免提吗 没事 把你送到了 我再给他回 没事 说我在车上接电话不方便 哎呦 你想哪儿去了 没有 真没 不是那事 我 我待会儿打吧 那你就接吧 没关系的 你别搞得那么紧张 以后我们都不敢坐你车了 再说了 我对你的车技 还是很欺人的 主要他是 他是急事啊 没事 我靠边停 我靠边停自己 没事 没事 喂 还说啊 展房 怎么回事啊 抢了半天你也不接电话 我这开车呢 开车不能打电话 你不知道 真是 你说 说正事 你吩咐的事我给你办妥了 巴伐利亚的迅翰剂 周末 四排一座二座 两张 够意思 太够意思了 哥们 哎 我真不知道怎么谢你了 哎 哎 你你你你稍微等会儿啊 票搞到了 巴伐利亚的迅翰剂 周末有时间吗 有 出票了 好 好 赶快出票 我要了 多谢了哥们 多谢哥们啊 拜拜 行了 这回踏实了 总算我没食言 做完了 看着点啊 秦秦 我刚刚团购了两张 合体捞的票 咱们一起去吃吧 现在几月啊 五月啊 五月不减肥 六月涂上背 七月涂上背 打住 你往这儿看 是不是瘦了 嗯 瘦了 衣服瘦了 清清 不带你这样挤队人的 我跟你说 这要是在唐朝 我这样的 那是贵妃 你们这样骨感的 也就是押还命 就即使是在现代 你这样又瘦又高的 恨不得 肚勤以下就分了差了 有什么好 除了穿衣服 看着还不错 研绎了别人的眼睛 委屈了自己的胃 何必呢 祖宗们费劲巴勒地 爬到生物链顶端 可不是让我天天吃素的 清清 咱们去吧 那家的火锅可好吃了 他家的羊肉 一提到吃 你看你那样 师姐 不行 别走着呢 我医师来了 好了 刘总 你找我 刘总 天晴 来来来 坐坐坐 我不坐了 这样减肥 行行行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 什么 秘杂志的郑先生 郑彥 你们认识啊 对 不认识 是这么回事 刘总 江小姐认不认识我呢 我不知道 反正我肯定是不认识她 我是在你们公司的网站上啊 看过江小姐的照片 和她做过一些销售案的介绍 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的一个项目 所以呢 我慕名而来 江小姐 你好 你好 郑先生可真是互掩饰英才啊 一般一般 江天晴的确是我们公司最有想法的策划 一般一般 不不不不 她挺好的 这个项目虽然有点急 但我相信 以她的能力绝对可以上任 对吧 当然了 要不然我就不来了 天晴 接下来的工作 就跟郑先生对接一下 郑先生 关于这个策划案 我还有七个想法 有想法是好的 刘总 这有江小姐就可以了 不是 刘总 您辛苦啊 谢谢您 再见 天晴 请跟我说一下 活动的具体内容跟要求 郑先生 不是 天晴啊 那个 你叫我江小姐 江小姐 好好说话 开个玩笑嘛 我跟你很熟吗 面子不能到饭吃 面子也不会让茉莉快乐 为了茉莉的向盈 我再认一次 开中蜇 我还是 我还是忍不了啊 你们怎么那么没用啊 怎么就这么笨啊 干嘛呢 在我家门口 在我家门口 昨儿受气了 这是想对我打击报复是吗 准备得很充分 连工具都带上了 大姐 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 这是高档住宅区 有摄像头子 一个 两个 三个 是吗 实数啊 我韩向东 要是有了三长两短 你今天肯定得逮 有话说话 有屁块放 没事滚蛋 你干吗 你干吗 照这儿来 你知不知道你笑起来 特别特别的傻 你要是没做好 被我折磨得准备 就赶紧滚蛋啊 别在这儿挨你 张天兰 谁让你进来的 我干活在哪儿 谁让你干活的呀 张天兰 行了 别干活了 有话跟你说 你说你的话我干活着活 我听得见 你是要接着上班是吗 我发现你这个人 想钱想风了吧 你知不知道已经被辞退了 赶紧走 我不走 你走不走 我不走 你走不走 我不走 我们有口头劳定协议的 你要抄我鱿鱼 至少赔我钱 赔一个月 但是你要让我 今儿在这儿干活 我也可以不用你赔钱的 什么人啊 我赔你钱 太有意思了 太有意思了 我没理解 你还讲不讲理了 我告诉你 你看看我后脑勺 你摸摸我的后脑勺啊 种这么大一块 种这么大一块 让你炉内出血 你明明白 我不找人把你抓起来 我就不错了 还赔你钱 你 是你先耍我的 咱俩就算扯平了 咱俩就算扯平了 行吗 扯平 凭什么扯平啊 这是我家 我说了算 你帮你走 我不走 我又没错 你不相信我治不了你 这大伙好久没摸了啊 这这大伙好久没摸了啊 你真走 好 口头劳动学义再加一下吧 以后只能我自退你 你没有自知的指令 你要是带不走 我就当你答应了 是不是答应了呀 说 答应了 答应就答应了 你 你是为什么打网你 那 就这样吧 我告诉你 在根本这儿干活 没那么容易 干活 那个我 饿了 赶紧做饭 你要是把我饿死了 你一分钱拿不到 往里面 拿着起 我就饿死你 就这些了吧 就这些了吧 还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我看看 看 看哪儿了 看不明白 有问题 有要求 没有要求 没有问题 看明白了 天晴算我错了好不好 没问题就行了 虽然时间有点赶 但我会尽快给你出一个方案的 没什么事我先出去 别别别别别 我 我还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能说吗 说 我 请你吃大餐哪 多大呀 这么大 这么大 还有这么大 你选 本公司不提供这种特殊服务 不是不是不是 天晴你到底怎么了 我怎么得罪你了 那你告诉告诉我 想知道呢 想 都想 妆 各种妆 演得挺好啊 还行 影帝啊 低调 网站上看到过我的照片是吧 我们公司有网站吗 那你是从哪儿看到我的业绩的 冤枉啊 刚才那是戏 现在也不粗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刚才你们领导在这儿 我演戏呢 我要不这么演 你们领导肯定以为 我打着工作的旗号 过来泡 泡泡泡泡泡什么泡 泡面面呢 你不是我是吗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 第一次约你吃饭 放我鸽子 第二次 好不容易吃上了吧 半路又给跑了 这次又来我们公司 还装不认识我 干吗呢 拿我当里外天过呀 错了错了错了 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 我的错 我已经深刻认识到 我郑某对你犯下的滔天大罪 我也知道你心里问候我祖宗十八代 已经好几遍了 天晴 你给我个佩礼道现在机会呗 我会把我犯起的错误深深地 认识到我的血液里 甚至是骨髓里 一会儿吃个饭好吗 你当然有大量 别跟我计较了啊 今天可不行 为什么 感谢某人给我布置的工作 不就是加班吗 这怎么了 我陪你 我一直陪你到底 随便 看您 看您 手机不错啊 你放一边 你怎么随便吃这些东西啊 你怎么要毁灭啊 东西在我家了 那就是我的了 你能不能再幼稚一点 这是我带给我女儿的晚饭 先放着一会儿 等我下班我就拿走 好吗 再说了 你想吃你给我打招呼了吗 我给你打过招呼了好不好 我刚才也没有 手艺不错 我说了吧 行 你是说了 那我同意了吗 这是我的东西 我现在不想给你吃 我有权利不给你吃 好吗 没问题 我拿钱买 一盒 一千 两千 两千一次 两千两次 两千 我全给你 五千 全部 连盖 五千 姜天啊 你人品有问题 你人品很有问题 你心怀鬼胎 阴谋重重 趁机敲诈 然后想携款潜逃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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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误会我了 我不是真的要你的钱 我就想你能不能先 预支我半个月的工资 刚好五千块钱 这个 我不要钱 送给你吃的 预支 为什么 就是 我 你就别管为什么了 反正你先预付我五千 这个 都是你的 我 你 张太太你够鸡贼的了 你想辞职不干 你不干就不干 临走前还想讹上我一笔 这是烧卖吗 这不是烧卖 这是诱饵 引诱我上钩的诱饵 对不对 真的 你太不行了 你遇上我韩向东 我韩向东是谁呀 我能上你的当吗 干吗去 什么 姜天蓝你骂人我跟你说 有你这样的吗 你心虚了 没话说了 你就骂人是不是 你太过分了 我跟你说 姜天蓝 二 你说我二 这已经不是 烧卖和钱的问题了 是人格的问题 我要是女的 早跟你动手了 我不跟你计较 我二 不知道谁二呢 紧张机器的时候 到了 就知道你和马尔真熟 早就准备好了 我ā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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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鄧鄧哥 你就是传说中那位 人见人爱 话见话开 车载车胞胎的 像是鄧鄧哥吧 我就是 人家是听请的闺蜜 我叫贾美 贾美美 你可以叫我美美 伸手 美是美丽的美 那贾呢 贾宝玉的玉 莫问的是贾 贾宝玉的贾 你这么用力是要干什么呀 是这个样子的 我呢 刚刚团购了两张河底捞 本来 我是约了我们家天晴 一起去快乐的 可是 她现在实在是太忙了 要是她下班呢 那河底捞也就下班了 河底捞不下班 人家的胃也该下班了啦 那我带你去 但是 不是 不可以陪你去哦 嗯 因为今天江天晴 工作太辛苦了 我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 我还有一丢丢小私心呢 什么私心啊 可不可以跟人家说说呀 私心这个东西啊 是不能随便跟外人分享的 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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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头了 我睡头了 没有没有 没事 没事 别别别 别别别 别别 去去去去去 董哥 不要 别叫了 坐 是这么回事 作为我给她不止加班任务的一方啊 我已经答应她了 要跟她一起上刀山下火海 你说我要半路变卦 跟你一起去快乐 是不是有点不仗义啊 所以说妹妹姐 你呀 一个人去捞 把没捞完的剩下来 给我们两个打包 好吧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尤其是你的咖啡 请 停 找个人陪我去和喽 怎么就那么难 干什么干什么啊 终于遇到杰瑟的了 未遂 那你没什么呀 帮你试了试将是丹顿哥的弹性 什么情况 不错的 对你是一片忠心绝不动摇 说愿意陪你上高阵下呼喊 好了 天群真稀罗 刺男真是人间难求 朔国尽春的知情郎一美 你拿你自己是的 还有河底郎 我是小说 如果你对刺哥哥没有太大兴趣的话 一定转交给你 马上安排你们各种约会 各种嗨评各种浪漫 直至松露洞房 漂亮 我家就是这个意思 等我忙完了再帮你想好吗 妹妹姐啊 你就不要再八卦了 大家都已经下班这么久了 难道你也想陪我加班至子要吗 不行不行 我今晚喝了 死怕 KTV还有一大堆事呢 哎呦烦死了烦死了 赶紧走了 没意气 瓶了 吃 咖啡 不喝 不是 你什么时候玩呐 如果你吃不上宵夜的话 你要提前跟我说一声 你什么时候玩呢 你一定跟我说一声 我得给你买点东西垫不垫吧 要不然呢 我这个僵尸单顿歌 真就要变成僵尸了 停 活该 也不看是谁害我加班 就是 我也觉得那小子太孙了 但是你放心 你只要提高工作效率 今天晚上你任何要求 他一概满足就万句越言 就你会耍贫啊 再等我半小时 别干扰我 消失 回来 刚才你画什么呢 这是个问题 像知道吗 抓住时间工作 再次消失 永远鹏 过来 来 走 走 你在这儿干吗 我等你啊 什么事 你能不能 把茉莉下两个月 抚养飞行支给我 你不是找着工作了吗 也没催着你交房租 你要钱干什么 你知道路得给了 赶紧的 那我总得知道原因吧 茉莉夏令营 着急交费 那你就说夏令营的事呗 多少钱啊 五千 五千 一个小孩的夏令营 要五千块钱 她 她是学校还旅行车呀 春天叫踏青 夏天叫夏令营 秋天叫秋游 冬天还弄一什么 出国看雪是吗 你跟我这急什么呀 我组织的 我不是跟你急啊 我没见过这儿的学校 而且我听说 现在好多这种旅行社 就这么赚小孩的钱 这种夏令营不能参加 必须得去 茉莉年年都去 今年不去啊 别让小孩觉得 咱俩离婚了都影响到她 这跟咱俩离婚没关系 茉莉想去哪儿玩 我自然会带她去 而且我每一分钱 我都花在她身上 别吹了 你什么时候 带茉莉出去玩过 你是舍不得钱呀 你别来劲啊 我已经说过了 这跟钱没关系 这跟钱有关系 茉莉花一展钱怎么了 你那么心疼啊 是不是咱俩离婚了 你觉得茉莉跟你没关系了 行 你不用说了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 茉莉的事我再也不找你 我全当了没你这个爸 不可能 我是她新爹 这事我还管定了 明天我就去学校 我就得问问 这什么下领啊这事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你想让全班同学 笑话给你生下 那也总比你 从小教她爱慕虚荣好 我告诉你 只要你敢去 我就敢保证 让茉莉再也不理你 吹吧你 那你到底给不给啊 没门 小熊 小熊 喂你 喂你 小熊 妈妈 你回来了 你看 想要去吗 什么呀 拼图 马晓阳过生日送给我的 马晓阳过生日干吗送你东西啊 那我们前半图学都送她礼物 就我没送 所以她就把这个拼图送给我啊 等等 她过生日你没送她礼物她就送你礼物啊 是啊 她就是这么说的 这孩子想法够棒的 是啊 同学们都说她是我们班的一朵奇葩 还告诉我 我跟马晓阳是 三次 谁说的 是马晓阳的弟弟马晓阳说的 那没人说你们是SHE啊 那倒没有 不过 马晓阳的另外一个弟弟马晓阳在的话 我们就成F4啦 F4 F4 行了行了 赶紧做作业 做完作业玩拼图 我现在不想玩拼图 我想等周末跟爸爸一起玩 你倒好 有什么好东西啊 先想到跟你爸一块玩 妈妈 是不是问问好玩的东西 都跟爸爸玩 你心里不高兴 那要不这样 你过来 咱们俩一起玩 你能跟爸爸一块玩 妈妈可高兴啦 你可别想那么多 你看 外婆做的商败 妈妈给你约约 好 那我先去洗手啦 快点啊 我先去洗手 完了 我去洗手 啊 你不想拍手 我去洗手 我去洗手 那我去洗手 你去洗手 你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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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